是的 我們想連淡水阿嬤都出現 真的出現 終於淡水阿嬤出現 淡水阿嬤昨天出現在國民黨 為台灣安定而走 你就是力量 所以當連淡水阿嬤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在助助姐去說一句話說 如果你不想投也就不勉強 這樣的話 其實可能有些人聽起來蠻開心 但是我很好奇 這國民黨會怎麼面對這個問題呢 我先接一下是來自台北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喂 是我嗎 是 就是你 我現在是 因為昨天我是在家裡 我沒有出去 但我是想說一下就是 你說票會不會跑到其他政黨 比如說新黨或新民黨 我覺得會 等一下林先生 我有幾個背景的問題要請教你 你剛才說你昨天在家裡休息 你沒有出去 所以基本上你本來是打算要參加國民黨 這次的遊行嗎 應該說如果是四年前的話我會 所以你只是在家裡並沒有打算去 所以你之前是屬於是藍營的人 我們家應該都是 你家都是 為什麼你們家都是呢 因為這個 是公務員還是因為是軍卷還是你們之前一直以來都支持國民黨 我其實是第三代 你是外省第三代 我們先把這背景先講清楚 所以林先生昨天你不打算出去 所以你怎麼來看這個洪秀珠跟蔡振宇的說法 我覺得他們是吹票機嗎 民進黨的吹票機還是新民黨吹票機嗎 真的有必要現在在講這些東西嗎 因為我覺得說其實朱立倫他應該是說我們都知道他 並不是非戰之罪啦 像有點像之前的謝長廷這樣的非戰之罪 但是不需要在這個時候再把原本的始終支持 就是好像在推出去這樣子 OK 所以你覺得朱立倫對於這個蔡振元跟這個洪秀的說法 他都不表態意見是最好的方式嗎 我覺得至少像連戰當時去中國參加閱兵的時候 他至少有表示意見嘛 那至少你在第一時間你如果有止血的話 你至少支持者會覺得說 那個 他主席的立場跟那些人是不一樣的 那至少 那我就問你先一個問題 經過昨天的這個所謂藍綠局的三場造勢之後 你的投票行為會朝哪個顏色方向進行 你是說總統還是區域還是政黨票 總統 總統的話可能 看起來林先生還沒有想清楚 好 我們現在我們再問下一通電話 是新北市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你在線上 對對 來 請說 好 我是綜藝人 OK 南部的人要注意 所以說要靠親 是 李天輝要下台 921大地震 南部現在開始不可能會被人 但是有人又有一樣 像你頂尾一樣 21的前照 登革熱出現 所以說南部人要注意 有聽到 聽到 我們這個登革熱出現 就是一照 921的出現就是一照 好 謝謝林先生 林先生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就講重點就好了 好 另外是台北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你怎麼來看這次蔡振元跟洪秀柱的說法 吳先生 首先我先針對昨天遊行人數 那個國民黨主力人號稱說有20萬人 是 其他中央社說5萬人 那台北市警局說6萬8千人 那我想 只有像那種洪仲秋事件這種引起全民憤慨 尤其有年輕人發動的活動 才有可能超過20萬 好 所以主力人的說法未免太過誇張了 OK 那另外我針對他們昨天幾位上台的候選人 他們那種契機敗壞的表現 讓我感覺說 他們並不是擔心落選以後 台灣會變得不好 而是擔心落選以後 可能當場會被清算 可能有人會被坐牢 他們可能擔心這個比較多 吳先生直接講到重點 是擔心膽產會不見 你真的認為那個契機敗壞的原因是這個原因嗎 對 是這個原因 並不是因為說他們落選以後 台灣會怎麼樣會怎麼樣不是 OK 那至於說政黨票會不會留新黨 我認為會 因為他自己放任邱毅在電視上 一直只開記者會 只開記者會 把新黨的氣勢炒高了嘛 對不對 那當然這樣子 期票當然會留到新黨去 別忘了邱毅是新黨了 好 謝謝這吳先生的看法 所以大家很直接 這件事情不處理 票真的會往新黨走 但是新黨有沒有過5% 沒人知道 這樣子也就稀釋了國民黨的選票 因為5%可以讓兩個國民黨的 可以就是 當然 不分區 所以這次核整的應該是 46跟48感覺不一樣吧 48跟50那感覺更不一樣 這樣的情況下 國民黨是想 啞巴吃黃蓮 有苦說不出嗎 東昂你怎麼觀察這件事情 其實這次的部分區到最後階段 你可以看出來 民進黨其實有點緊張 就是因為當時代力量 對 會串高 然後會影響它的部分區習次 對蔡英文來講 民進黨的部分區習次 是涉及到他在國會中 會不會能不能直接過半 他們後來七五七年到直接過半 那你再回來看藍軍這一塊 這非常有趣 我們國內藍綠兩大陣營的版圖 那個特性不大一樣 你在民進黨裡面去看 只要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離開了民進黨之後 很少能夠活得下來的 就基本上他在政治舞台上 就變花瓶了 真的 就變花瓶 就是變 他只要一離開民進黨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自己的一片天了 那藍軍的政治人物不一樣 尤其是國民黨 其實所有的藍軍都從國民黨分出來的 可是分出來之後 每一個人都還可以活有一片天 不管你今天講的宋楚瑜先生的新民黨也好 沒錯 新黨也好 那這就造成國民黨現在有個問題 明明知道說新黨會分到國民黨的政黨票 國民黨的政黨票其實今年很諷刺 就是說比如說過去最鐵的黃富星 黃富星今年是放在最危險的名單上面 第十三系 那怎麼看 當然不是故意 怎麼看可能今年的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 可能就沒有正統黃富星代表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邱毅明明他應該是國民黨黨員 結果用蔡正元委員的講法 叫代理育母 透過新黨當代理育母 把邱毅送進立法院 做什麼 去制衡民進黨 這個就整個如果你把民進黨當成一個可怕的敵人 邪惡的力量 這樣講是對的 可是如果就民主政治的政黨進制的話 這就完全會錯亂 那個錯亂就在於說 邱毅至少應該到此時此刻還是國民黨黨員 但是透過新黨他將成為新黨的不分區立委 好 那這個狀況在國內政治來講就非常特別 就是在國外我們也比較少看到這種例子 那這裡就是朱毅倫的處境 他什麼都不能做 正常的做法就是 我這個對朱毅倫又有點不好意思 又要喬到他 在前一波來講有幾位國民黨的常商電視的朋友 後來被開除了 這個時候就造成你的標準不見了 比如說前面 比如說以紀國動來講 紀國動那個狀況 楊世秋他們那幾個的狀況是怎麼樣 到了邱毅這個時候你忽然間不能動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認為說前面那幾個對我的選票沒有影響 到了後面你不能處理 是怕說我把邱毅處理下去事情會鬧更大 只會讓新黨的票更多而已 對 所以就完全只能看著他這樣的發展 沒有辦法不能處理 也就是說你現在去處理邱毅 對國民黨 國民黨已經不利了 可是處理下去只會讓那個火燒得更旺 問題是邱毅是誰找進來的 邱毅是根據邱毅說法是胡志強 把他找進來談事情的 所以也就是說他是自己把邱毅引到國民黨 在國民黨立委黨團直接去炮轟蔡英文 最後蔡振允才說代理育母 所以整個故事他不就是啞巴吃黃蓮嗎 是你把人家找進來的 所以說國民黨這場選舉打到今年為止 為什麼說會覺得特別辛苦 就是說他有很多地方是無法 就是你選舉的時候力道一定要一致 可是國民黨所有的力道 全部在一半的時候都被自己人搞砸 就像說昨天那樣子的一個場合 珠珠姐可以講很多話 有些話他不願意講 作為在立法院二十幾年的政治人物 我不相信他不會轉個彎 就他不需要去講 剛剛前面講說如果你真的投不下去之類的 這種話其實沒有必要 對啊 那政治人物你絕對相信 他能夠當到副院長 他絕對有能夠把話講得很漂亮 不需要在那個當頭 好不容易你有一個場子 不管今天這個警察局講的是七八萬 或是國民黨講二十萬 那總是這一段時間以來 國民黨難得的一個漂亮的場子 天氣又好 這個時候井上天花嘛 可是你不需要跑一個這個話 讓人家就潑冷水 對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的特質 你就看到國民黨現在就是所有的人離開國民黨還可以活 那就注定了 他就是沒辦法形成一個強烈力的力量 如果你離開國民黨你活不下去 在政治上活不下去的時候 保證每一個人絕對對他的黨中央是有相信力的 這是重點 或者我們再講一個 大家國民黨可能會很懷念 2008年的馬英九 2008年的馬英九 你知道你光是聽他那個競選歌 昨天比如以昨天來講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朱雲元在台中 那種招式晚會唱名歌 那晚上看起來那個空拍景非常漂亮 對 其實人數來講 台中人數比台北要少 可是在空拍的時候 那個場面是壯觀的 可是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有一個有一點美中不足是什麼 不管最後的輸贏 至少你要展現你贏的氣勢 民歌當然對我們這個五年級在這場很熟悉 可是為什麼要講2008年的馬英九 2008年的馬英九 最紅的一條歌是台語的 他有一條歌甚至讓你會誤以為是日本戰歌 你知道馬英九那時候有自信 你一個人要有自信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相信馬英九是親日派 對 但是他的競選歌曲裡面可以做到 讓你覺得像日本戰歌那種節奏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對自己很有信心 你相信自己老百姓才會相信你 那國民黨這邊所有做到這邊第一個 比較像在跟自己原來的族群圈子裡面講話 那你在自己的圈子講話就算了 居然還有像這個時候蔡正元跑出來用代理孕母來形容 幫幫這個邱毅或者幫新黨 然後住宿節去講這個話 這邊最後的關頭一定大家都在搶政黨票 那個政黨票的席次最後就影響你在立法院 更簡單講 如果國民黨守不住38 那很可能民進黨會直接掌握到 或者他的聯盟直接掌握到三分之二 那個是很絕對的優勢 所以所以東豪你意思是說 國民黨失去第一時間讓邱毅閉嘴的時間點 他沒有立場 還是說他完全沒有立場做這件事情 他一個沒有立場而且沒有能力 所以這個情況下展現朱立元 他沒有這種所謂的 沒能力 那個勝利 等會兒那個誰 石祺手上有份什麼這樣的資料 我說我朋友今天就PO了兩張照片給我 就是他在三重 他住三重 那結果很離譜的是他們家只有兩個人 就是他們兄弟兩個人 收到投票通知單 但是他們家一共收到五張 就是有他們家一共收到七張 兩個人收到七張 對然後另外這五個人他完全不知道是誰 但是你看他上面的地址戶籍地址全部都一樣 然後那個那個名冊上面 這些人他們的號碼還跳號 因為通常我們同一家人 我們的我們的投票號碼會連號對不對 我一號我先生二號 然後我兒子可能三號之類的 可是他們這一家的兄弟兩個人是連號 這些全部都不連號 但是全部都寄到他們家 也就是說他說他們家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那所以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如果這些人是真實是是個人 他們存在 可是他們沒有投票通知單 那要怎麼去投票 會不會就當場少了五票之類的 不知道反正也就是說 我不知道現在的這個選舉機關到底是怎麼樣 這在新北市 這在新北 還不是說在什麼 而且選票這麼重要的事情 對因為也不是第一次投票了 三重算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對不對 怎麼還會出這樣子的包 那這一期為什麼我朋友會透過臉書 傳照片給我 是因為其實很多很多民眾其實都在擔心 選舉會不會有人在刻意動手腳 所以這個是很多人心裡面的一個陰影 因為過去臺灣選舉史上的確是有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就特別要提醒大家說 注意一下你們家的選舉的這個投票通知單 有沒有這種情況 怎麼會這種事情發生 不可思議喔 都會這種事情會發生 臺灣的護政機關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對啊 這個從來沒有發生過 市民這要告訴你們候選人 因為他們新北市市長突然請假 你們這發生在新北市 這個會讓他自己抹上一條不必要的嫌疑 仔細來導播來拍一下 因為新北市是滿有趣的 第一次你如果戶籍不在那邊 不可能有這一對投票通知單 來這邊是00703號來看一下 他是前一任屋主 他的戶籍沒有簽的話 會不會是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戶籍是電腦化的 一定很好查 如果說他的房子 他之前的房東 這個第一個時期手上有 這個護政機關警察單位找到時期 一check一下就知道說 這個通知單 第一個 這個是有必要去查的 如果是真的新北市的護政 這是大問題 是新北市護政出的問題 雖然新北市長現在請假選總統 好了 如果這件事很扯的話 那我們來看這件事會不會更扯 佩芬姐 我們先來藍營分配 這個分配投要發小 宣佈說集中選票但不勉強 意思說如果你要集中選票 給這個國民黨 如果你不想的話不勉強 這句話在國民黨 將近二十萬人的造勢活動 說了這句話 然後你來看蔡英文的說法不一樣 蔡英文是說一定要投的就是民進黨 你可以看到兩個政黨在這時候 展現是剛剛東豪說的分裂的狀況 好了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人 也很有趣 佩芬姐來看一下 這個人五五 這個人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周美清 來 姚立民說如果把今天的周美清 和九合一選舉連勝文的造勢活動 相比的話 可以看出來周美清是很平靜的 是不是因為他大概覺得選舉結果心裡有數 就是比個姿勢 可是你看周美清那時候連那個姿勢六號 連勝文六號 這是一個非常激動 而且高喊他還說 明天這一票是為你自己而投 為孩子而投 為台灣而投 為中華民國未來而投 五五 這是周美清說的 這句話聽起來比較像總統後選要談的事情 所以周美清現在態度怎麼樣 難道朱立仁把洪秀柱換掉這件事情 讓周美清極度的不爽 我剛剛聽完東豪講國民黨人的那個情況 我自己資深我看了很多姚立民在這個省長大選那一年他代表新黨參選吧 對 他這個從後面被人家勒脖子 差點死掉 好 然後蔣乃欣選立委的時候 某個台 全台的名嘴去幫他助選 九千票 所以換句話說 國民黨有很多這種人 那國民黨我其實很看不起很多國民黨人的原因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為了只有自己沒有黨 如果自己個人的恩怨 個人的利益沒有得到的時候 可以背棄黨 而且挑戰黨 罵黨 那洪秀柱也是其中之一 蔡振元 因為蔡振元 邱毅 羅淑雷三個被列在 本來是連戰推薦 號稱連戰推薦要入部分區 三個都沒列明 然後邱毅跟蔡振元就躲起來 羅淑雷當然就沒有參加 然後後來組成正義年限開始 然後新黨就說 好 你投不下去 就第一個想找洪秀柱參加新黨部分區 洪秀柱拒絕了 然後就蔡振元 蔡振元推薦邱毅 所以邱毅現在是部分區第二名新黨 所以他們現在要送邱毅禁立法院 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他們三個想要的東西沒要到 坦白講 想要的東西沒要到 所以就另外 想要的東西沒掉 所以另外要叫什麼東西呢 等會我們要聽看佩芬姐 要慢慢進入到這個所謂的關鍵焦點 我們先進個廣告 等會看看市為兄怎麼來接招 好 我們進行廣告 好 我們進行廣告